我就是科学者 所以,他们的力量都没有用 宇宙科学局局长西卡利究竟是怎么黑化的 而他口中所说的那种力量又究竟是怎么获得的 话说这天,年轻单纯的西卡利在遨游宇宙的时候 发现了一颗美丽富饶的阿百行星 而西卡利瞬间就被眼前的美景所吸引 并打算在这颗星球上生活 而这时阿百行星的使者却突然出现 并告诉了西卡利,阿百行星即将被摧毁 原来根据剑的预言,高次元捕食体波加入 在不久的将来,不仅会露新阿百行星 还会将这里彻底摧毁 为了防止这个可怕的预言成真 阿古如决定去寻找像宇宙警卫队战士一样的力量 成为一名真正的勇者 很快,西卡利就根据指引 来到了一个不知名的星球 并在这里遇到了一个神秘的老者 为了验证西卡利,是否是个练武之才 神秘的老者大手一会 天空顿时风云突变 并下起了瓢泊大雨 而西卡利也没让人失望 一发冲天光线 瞬间来了个波云渐日 见西卡利是个武学奇才 神秘的老者,立刻亮明了真身 随后获得骑士气息的西卡利 立刻赶回了阿百行星 可就在这时 勃加如已经开始对阿百行星 发动了入侵 见美丽的阿百行 被破坏的满目疮痍 愤怒的西卡利 立刻对勃加如展开了攻击 可就在这时 奥特之王却提醒西卡利 愤怒会让他丧失理智 但一心想复仇的西卡利 却根本听不见奥王的建议 拉出光剑 上去对着勃加如就是一顿卡 然而此时的西卡利 却并不是勃加如的对手 仅仅几个回合 就被打得败下阵来 见自己没能保护阿百行星 西卡利那心既愤怒又自责 而就在这时 王灵的怨念 突然全部钻进了西卡利的身体 接着 黑化西卡利 猎手骑士舰诞生了 而为了复仇 西卡利寻游了许多星球 最后一路追着勃加如 来到了地球 中文字幕真正 关注 中文字幕真正 关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